近日有媒体报道,腾格里沙漠现巨型排污池 记者赶赴内蒙古自治区阿拉扇腾格里经济技术开发区了解到 当地累积和遗留的污染问题正在化解 但从中暴露出被动式低成本植物的问题需引起重视 7日上午,记者来到位于腾格里俄里斯镇东北方向的沙漠排污增发池 一片沙丘盆地中从南到北并排有四个排污池 池旁停放着几辆铲车 1号、3号池中没有多少污水,露出池底厚厚的黑色污泥 1号池污泥中掺杂着细沙、熟石灰,生腾起白色的烟雾 2号池里存有污水,散发出非常难闻的味道 4号池没有投入使用,白色的水泥地风中长出一些绿色沙生植物 记者查看污水池旁的排污管道,看不出近期排放污水的痕迹 污水池南侧直线距离约5公里,就是开发区的生产区 可以看到有几家企业正在生产 一家企业的烟囱还冒出白烟 记者同样没有发现管道近期排污的痕迹 开发区环境保护和安全监督管理局局长马巴雅尔介绍 从2012年12月,特别是2013年3月媒体报道蒸发池污染问题以后 园区一直在整改,再没有像池中排放污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